大家好 我是小哈 小哈今天要帶來傳統料理 薑汁壯奶 那除了薑汁壯奶之外呢 小哈還想要介紹大創的好用小物給大家 那接下來小哈先介紹大創小物給大家囉 小哈在介紹薑汁壯奶之前呢 先跟大家介紹我對大創買的什麼好用小物 那第一個呢 我等一下會使用到模擬器 所以我就在大創買的這樣 這樣模擬器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這一個是49元 在大創這個加上49元 它包裝是長這樣 那等一下我會示範給大家看怎麼用 因為等一下會使用到模擬器 再來呢 就是一般的料理行賣的料理又溫度計都很貴 那大創有賣它的料理又溫度計 這樣看得清楚喔 這邊有料理又溫度計 那這個呢是賣39元 它不是賣49元 料理又溫度計 那因為小哈就是因為不是很常使用 所以我就會在大創買這個料理又溫度計 這邊 那接下來呢 小哈就來介紹薑汁料理會使用的食材囉 那薑汁料理會使用的食材呢 就有這些 第一個就是牛奶 全脂牛奶 再來就是薑 這是要使用老薑喔 那再來就是黑糖 那用一般的糖也是可以 那我今天使用的部分是黑糖 那接下來 我們就開始製作我們的薑汁狀奶吧 那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就把我們的老薑磨成泥 那我要使用的就是在大創買這個模擬器 那我們就來把薑磨成泥囉 那磨好泥的部分呢就準備一個濾網 把磨成泥的這些 薑呢 把它壓出汁來 全部倒進去囉 再壓出汁來 拿一個湯 拿一個湯匙把它壓出汁來 那這個就是壓完的薑汁 那我們先放在旁邊備用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牛奶煮到70到80度之間 那我們就可以使用在大創買的料理用溫度計 那我們就把牛奶開始煮囉 那這樣煮到80度以後呢 就可以關抹 關好抹以後呢 就把剛才準備的碗 過一下熱水 那過熱水的用意呢 就是讓碗保持溫度 不要讓人家牛奶倒下去的時候 溫度降太快 稍微喝熱水 轉一下 好了以後就可以把熱水倒掉 沾到熱水碗溫溫的 溫溫的就好 那這樣子在加入碗之前呢 記得要先攪拌均勻 因為它會有白色沉澱物 這個白色沉澱物很重要 要把它攪拌均勻以後 加入約兩尺 這樣你要做的碗裡面 那加完以後呢 也稍微攪拌一下 攪拌完以後呢 就可以撞入剛剛的牛奶 加了牛奶以後呢 就蓋上 等五到十分鐘 那現在就要來看 我們的薑汁重奶有沒有成功囉 那看有沒有成功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將你的湯匙 放在你的重奶上 那如果它沒有沉下去呢 表示你的薑汁重奶就成功了 那小S就輪了 那小哈現在就來開槍囉 那這個呢 看得到裡面嗎 那這個呢 好燙喔 那這個呢 就是小哈做的重奶 那我有緊張 這是小哈做的重奶 那我就來測試看看 我有沒有做成功囉 放下去就知道了 我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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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匙沒有沉下去呢 表示你的薑汁重奶就是成功的來看 有沒有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我的薑汁重奶是不是成功的 有沒有非常的成功 它沒有沉下去呢 表示你的薑汁重奶就是成功的 那沉下去呢 表示你的薑汁重奶就是成功的 表示你可能有個步驟就有做錯了 那要特別注意老薑呢 成功率非常的高 那我用一匙給大家看看 那這一個呢 就是薑汁重奶 感覺起來非常的忽慮喔 成分也非常的少 就是薑 牛奶 跟糖 那試吃給大家看 嗯 喝起來非常的滑順 那如果薑味不喜歡那麼重的話 其實放一匙薑就可以了 不用放到兩匙 那喜歡甜一點的話 糖就放稍微多一點 我只有放一匙糖 那喜歡的話就可以放一匙一匙半左右 喝起來非常的滑順 那現在冬天冷冷的 來一碗薑汁重奶 非常適合喔 又做起來很簡單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跟粉絲們按讚喔 掰掰